消防单位只负责消防设备的安全检查 欠无合不合法则归公务局管 让业者找到机会以合法掩护非法 现在闹出人命 郑文灿则说正话 该拆就拆 该罚就罚 未来将针对全桃源市涉及公共使用的违建 全面猜除 一场大火带走消防英雄的生命 也再度消除消防制度缺陷 以及违建公安的老问题 有没有人为疏失的责任 政府得一一清查 再来关心今天三大报的头条 一样都是桃源新屋保龄球馆 昨天发生大火 六名年轻的消防员不幸训局 了解完报纸头条 再来关心台中清泉钢机场 19号发生了警匪枪战 45岁的张姓男子 载着女儿骑机车到航空站 因为没有戴安全帽遭到了航警盘查 结果发生扭打 男子还抢夺配枪 和警方发生了枪战 嫌犯中弹之后送医不治 警方调查发现 张姓男子患有躁郁症 而家属是质疑 警方是否执法过当 才会酿成了悲剧 但警方表示不是远警的数学 穿着风衣的45岁嫌犯张昆明 抢到远警的配枪后 与警方发生激烈枪战 最后张昆明身中四枪 当场遭警方击毙 这场警匪枪战还迫及无辜民众 一共造成一时两伤 目前民众回想当时状况 仍然心有余悸 警方调查张昆明患有躁郁症 19日下午骑机车 站着小室的女儿 经过清泉钢机场 因为未戴安全帽 被航警拦查 没想到双方却发生肢体冲突 进而发生枪战 对于警方的说法 家属仍有质疑 认为张南只是违规 远警是否有必要掏枪 另外远警当时是否有言语上的刺激 才会导致张南失控 希望检方能查明真相 警方曾认为会发生这起枪战 远警并无疏失 这个不是远警的疏失 因为我们康建的远警 它枪掉在两个 再产生扭打 就是扭打 然后它枪掉地上 那我们康建远警 要去把枪赶快把它捡回来 结果这个张贤就把我们 这个康建远警把它推走 把它推走 然后把那个枪抢走 目睹冲突 枪战的张贤小女儿 得知父亲过世消息 仍然相当坚强 警方当天立即通知学校和社工照顾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则表示 将会介入辅导 就心灵创伤和生活经济两方面给予协助 记者 邱紫辈 彭幻群 台中报导